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贝索斯的机器人王国 这是亚马逊的仓储物流系统 首先看一下它这种仓储物流 机器人运输的特点 那么大量的 十多万台的AGV 那么和一些机器人 那么现在看到的就是AGV 有自己的编号 那么这个AGV非常特别是什么呢 它是用这样的架子 这样的架子呢 在配合工人 那么当然工人的数量 还是远大于机器人 大约十万台左右的机器人 它把这个AGV车子也当成机器人 那么工人呢 有将近25万左右 所以它的这种仓储物流的方法 非常的特别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运输的过程 工人呢 它跟这个AGV车跟这个物流系统呢 有一个互相之间的一个识别 识别了之后呢 再根据编码 这个号数 再看在第几层的物料 然后再取出来 再运输 那整个的过程都是大同小异 都是这样的一些运输 所以这样是非常巧妙 非常聪明 它是整条 就是一个十来成的一个柜子 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七八成的这个柜子 在柜子上面呢 有这个编号 有一成两成 有大有小 有各种二维码 所以它这个技术 是非常的具有特点 当然了 未来呢 它还会有一些 这个更高阶的编程 还有人工智能 这样的一些应用